所以我有困惑過 就是我有看過那個跳舞的人 可是後來因為出來那個人不是他 他就想說我認錯了 可是你有沒有問過廣告公司的人 為什麼要找你 然後又要把你拍得 有一點看得見也有一點看不見 其實我當初也沒想那麼多 有廣告拍就很高興 你覺得這樣汪中的品質會生氣嗎 會啊 就他把自己的臉放在他旁邊 還大那麼多 我覺得還好 因為帥度落差很大 就是有一種可憐感 就是沒有威脅到 所以那個廣告是你紅了之後 對不起 我這畫真的太重了 我從來沒有揚過的 我怎麼會想說 我怎麼會這樣畫 是你出現在康熙之後拍的嗎 對 對 好像是 所以他們就是有一點 希望大家知道是晨暗點 可是又怕你影響 可是後來又反悔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又怕說影響到那個小玉 對 那你除了廣告之外有拍過MV吧 沒有 MV可能還在階洽當中 有機會 應該是有機會 OK 所以你其他作品就是只有這個節目嗎 沒有別的了 呃 代表作應該是這個啦 黃崧泉你有幾支MV 相信十支 相信十個MV 但廣告比較多一點 廣告 廣告十幾二十支吧 蛇鷹呢 MV幾個 二十幾塊三十 我覺得蛇鷹的臉 常出現在電視上耶 廣告真的不出現在 因為我很小就拍廣告 你拍過的MV當中 歌手講出來會讓我們尊敬的是誰 緋文對象王力宏 還有陶澤啊 鄭秀文 謝霆東 都是大趟 怎麼會這麼厲害 但是我也有過大堆頭的啊 就是剛開始入行的時候 就是有大堆頭 那你的廣告大概多少 廣告應該有二三支 應該也有 可是很多都只是 就是閃一下就沒了嗎 嗯 一開就剛出道的時候 但後面應該都是 以我為主角 你現在的廣告 都是正常的明星酬勞嘛 對不對 就是不是 不再是以前那種 廣告演員的酬勞 對不對 嗯 對 看點的廣告酬勞 是到明星的標準還是 當然是明星的標準啊 你們懷疑啊 當然啊 可以方便透露一下嗎 方便透露其實 有十萬嗎 沒有啦 沒有這麼多啦 沒有 十萬很多耶 你們覺得很少嗎 很多啊 對啊 很多 你現在談不到十萬嗎 應該可能還 快了 應該快了 你每天都看在康西 然後你開一支廣告 沒有十萬 那時候還沒 那時候 劉哲英你剛出道的時候 第一支廣告就有靠近十萬吧 沒有 你 剛出道的時候 我當模特兒第一支廣告才拿五千塊 才五千嗎 對 一開始就差不多兩三千 不是說一開始就有五萬嗎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而且又是大堆頭 那錢分散得更多 哇 那餐點算多的 對啊 算多了 你就一直維持這個大嗎 好多了 那也不好嗎 一直維持 因為你差不多應該要談到差不多十一二萬啊 這樣子啊 我覺得二三十差不多了 他有二三十 他值這個錢嗎 他每天都穿在這個節目裡 好歹是熟面孔啊 是啦 以後談不到二三十的就不要接 好 然後你就一整年都接不到 這一輩子都不用接 卓文軒拍過幾個MV 一個 所以你自己的 假如我自己的話兩個 三個 那另外一個是誰的 品冠的 OK 那廣告呢 三個 那算不多耶 很少 超級少 那三個是讓大家會知道是你拍的嗎 有一個是在我近幾年拍的 洗眼睛的 我最近還有在播 洗眼睛這句話聽起來就很荒謬 為什麼 洗眼睛那廣告我有一點印象 可是我沒有印象是你 是我 OK 等一下可以見分享 唐宇哲的廣告 那我倒是好像蠻多有印象的 看誰覺得廣告 廣告大概八九 八九支吧 八九支的樣子 然後MV呢 MV好像就 三個 別人的三個 厲害的人嗎 對 除了剛剛那個是王欣霖 另外兩個是TWINS 拍兩次TWINS的 就他們第一張跟第二張 國瑜專輯的主打歌 那很厲害喔 對 拍到TWINS很厲害 對啊 余秉諺廣告幾個 快五支 可是我沒有MV啊 你在哪裡拍啊 可是有算包含大堆頭 包含大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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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有代表作嗎 有 比如說雀草檸檬紅茶 胡茂瑞飲啊 還有一些 雀草檸檬紅茶 對 清涼涼葵到底 然後不知道 哇 在躺下去 對 對 大家都不知道耶 那個本來就比較 因為速度很快 可是會之後會起來 然後頭髮又濕 對 那MV零 掛蛋 從來沒拍過 是很多喔 可是沒有人用過 小文綺你覺得為什麼 沒有人找他拍MV 我覺得浪漫嗎 我跟你講 拍MV的臉 一定要很有質感 真的嗎 你有怪物在拍的啊 好難過喔 你有怪物在拍的啊 但是夢幻承諾要再高一點 要文藝小聲一點 文藝小聲一點 沒有你這一個路線 你喜感有一點重 我承認 那不是 我讓大家比較開心一點而已啊 可是MV不要這種啊 MV要悲情啦 人情啦 算啦 因為收入也不多啊 那怎麼辦 漢典我們都沒有辦法拍MV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也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這種啊 有沒有 陳漢典你有工作 你真的是要抽獎 你想拍MV喔 那我們送你去拍MV啊 你不要再康熙忙了 MV也沒有花那麼多天嘛 對 半天 對 半天差不多 應該半天可以當妙柱啊 好 那可以大家看一下 這幾位明星他們的代表作 我們先看王中成 好 真正 既然接受了來了 就自己一個 天使愛的樂人 請人間每天都過 分手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不想過動 眼前沈重 用悲劇而来得到你游泳 分手快乐 没事,多喝水 爱上一个人就像保险一样 要背负责任的 然而 风筝有断线的时候 阳光也不一定照得到每个角落 当黑暗来临时 天使也会坠落 虽然意外不可测 还好 金工人兽有保障 又有好对策 天使不是坠落 他只是想换个人来守候 听过人说那支很红耶 看电影都一定会看到你 对,那个时候 只有大家看到我就一直笑这样 因为剧情实在是太生动太搞笑 那个算你的成名作 因为他那个时候播放量很大 然后电影就一直强大 你当时怎么争取到那个演出 因为那支广告片就是很长 然后一大堆大特写啊 没有,因为很多 因为那个导演其实 合作过很多部广告 然后刚好他要拍那个 因为其实那个人寿呢 有两个,两次两集 就是这已经是第二年了 第一年还有 其实第一年也还蛮精彩 对,然后就是跟导演合作很愉快 就常常广告或者是MV 都会因为导演很愉快 就推荐吗 然后就推荐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你是汪东城的吗 还不知道 你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模特儿吗 就是模特儿 所以像拍这么长的一支广告 酬劳会比五千好吧 好太多 五万左右就对 不 应该有 有,应该有 因为MV成名的汪东城 已经比成名的陈汉点很高 没有,那一支广告拍了四天 还有很多外景啊 就是要半天前 要换场景啊 然后一整天下要敞光 不要说 是 对 详细 来 做 所以 做 安 中文字幕 李宗盛